杰总 下午好 首先听跟我们天忆品牌的粉丝们打个招呼 感谢我们天忆的歌迷们 感谢你们一路对我们的支持 我特别想替稍友们问一下您 为什么开始我们有天极宝剑这个系列 天极宝剑来说其实跟天忆密切相关的 起天忆的名字的时候 我们要把天下的艺术带到人间来 天极来说就是天下的秘籍 天忆最好的东西 天下的秘籍带给我们的发烧肉 那这个系列其实已经到了第三期 到了我们的龙莲精选 那这一次龙莲精选 我们又是选用了什么样的主题呢 龙莲的这个主题对于中国是太有意义 是中国的葡萄 龙莲也是中国在一年之中 好像是特别经典 是大国运的一年 龙是代表我们中国的民族的精神 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 所以这一张的龙莲的主题 对了一说这一次的歌曲 我都是想尽了所有的办法来挑爽这一类的歌曲 来结合到这一个龙莲的主题 从当下整一个社会的盘去 在整一个社会的变化之中 无论是我们所有人都要自成不息 永一进去 放进您的描述我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期待 这一张盘情 那其实这个系列已经到了第三集嘛 您在选曲上有什么非常纠结的地方吗 其实选曲每一年都非常的纠结 龙莲这一个更加的纠结 因为它选的曲来说 有几个方面在我心目之中 它要有表达相像精神的一部分 又要有音乐的所有元素 包括我们中国的元素 也有我们的人生的元素 又要有我们的那一些的神音乐的元素 所以这一张的曲目来说 应该是非常之综合 而且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之代表着龙莲的意思